欢迎来到起司推文 每天更新优质完结文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哦 那么正文开始 和周荣深结婚第三年 他带了个姑娘回家 薛婉 你也跟年轻姑娘学学 别整天像个木头一样 我平静地摔碎了结婚照 将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 周荣深 那就离婚吧 我给他腾位置 他的朋友都断言 离开他 我会饿死街头 周荣深也这样认为 等他出去吃够苦头 就知道做周太太是多大的福气 可一周 一个月过去 你不就想要钱 我都给你 房门打开 陌生男人赤着上身 只穿了一条睡裤 腰腹上还有几道新鲜抓痕 沉浸贤挑眉 眼底带着未曾艳足的不悦 周先生深更半夜 跑来找我老婆 发的什么颠 小金山的私人会所 周荣深常年包着 最私密豪华的顶层套房 我脱了大衣 搭在手臂上 定了定神 向前走去 双开的精致雕花木门推开 我一眼就看到了周荣深 银灰色衬衫半场着 领带早就不翼而飞 怀中坐着的那个姑娘 正将包好的葡萄 味道她嘴边 她伸手推开了 表情看起来倒是很受用 嫂子来了 嫂子快进来 有人看到了我 赶紧起身打招呼 周荣深怀里那姑娘也吓了一跳 忙要从她腿上下来 却被周荣深摁住了 你就坐这儿 那姑娘窃窃看看我 对她顾着腰动不了 渐渐的小脸都下白了 周荣深又散漫笑了笑 乱喊什么 谁是你们嫂子 你们嫂子在我腿上坐着呢 众人一时正住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周荣深 我喊了一声 她却干脆闭目不看我 气氛渐渐尴尬的不行 有人试着打圆场 那个先进来坐 深歌喝醉了 酒还没醒呢 不用了 我说句话就走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向前走了两步 周荣深睁开眼 眉眼疏冷看向我 又要钱 这次要多少十万 二十万 还是一百万 包厢里鸦雀无声 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真的很想转身就走 但最后一丝理智 还是牢牢牵绊着我 我垂眸 盯着自己的脚尖 嗓子仿佛被黏住了 声音色哑的不行 大哥那边情况不太好 刚送去ICU抢救了 需要三十万 周荣深择了一声 给了众人一个果不其然的眼神 他修长的手指 把玩着怀里姑娘的长发 薛婉 结婚到现在 我给了你多少个三十万了 你让我开心过一次吗 这钱 给你也不是不行 但总要让我给得舒心 你说是不是 我强忍着屈辱的泪意 紧咬着牙 抬头看向他 你想我怎么做 周荣深挑眉笑了笑 我看你挺会的 来找我要钱 还知道打扮得这么漂亮 可见你不是不懂 他漆黑的眼人 透出薄凉的残酷 你和他们 又有什么区别 哦 人家姑娘 至少没有像你这样 又当又利 泪一汹涌那一瞬 我转身仓皇地奔出房间 荣深 你这话说得也太过了 是啊 你看嫂子刚才哭的 真是我见油脸 怎么 心疼了周荣深的声音 末地沉了几分 嫂子其实挺好的 人又漂亮又安静 做事又妥贴 是啊 要不这三十万 我替你给了 哎荣深你干什么呢 别闹出人命 酒瓶摔碎的声响 夹杂着男人的骂声 被我远远抛在了身后 跑进电梯那一瞬 我浑身脱离一般 靠在电梯壁上 方才泪如雨下 结婚三年 我知道周荣深 在外面玩的话 旅行周薛两家的婚约 他本就不情不愿 而婚前 他喜欢的女孩秦桑 潜水出了意外 没就回来 他以为是我和薛家所为 更是恨极了我 婚礼结束 他人就走得无影无踪 三个月后回来 身边却带着个陌生姑娘 后来那两年 他的女友不知换了多少人 多多少少的 眉眼都有点像秦桑 但这是第一次 他将那个叫许宁的姑娘 带回了家 从医院回来时 家里佣人看我的表情 都怪怪的 直到我上楼回卧室 看到周荣深躺在婚床上 许宁正坐他身边 乖巧地为他喝水 见我进来 那姑娘吓得差点蹦起来 周太太 周先生是喝醉了 我站在门口 对他摆摆手 你好好照顾他吧 那怎么行 您是他太太 该您做这些的 没事 他喜欢你 你照顾他 他才舒心 我笑了笑 转身向外走 薛婉 周荣深却忽然喊住我 他懒着许宁 微眯了眯眼看向我 走什么你也跟人年轻姑娘学学 怎么伺候自己男人的 别整天像个木头一样 跟你接吻 连张嘴都不会 他话未说完 相框摔碎的声响 忽然在房间里响起 那是我和周荣深的结婚照 此时被我摔成了一地碎片 我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看着他 还想说什么 周荣深推开许宁 缓缓坐直的身子 薛婉 你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勾了勾唇脚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 签了吧周荣深 我们离婚 我给他腾位置 薛婉 戏眼过了 就不好收场了 签好字后 麻烦通知我 说完 我连一眼都没有再看他 转身就出了房间 下楼 走出门那一瞬 周荣深站在楼上 居高临下看着我 薛婉 走出去容易 再想回来就没这么简单了 我没有回头 也没有应声 拖着箱子 大步走入了深浓的夜色中 北京的初冬很冷 我龙锦大一 在便利店买了一小瓶酒 又在路边的摊位上 吃了一大份麻辣烫 身上的钱 几乎都存在了医院账户 现在全身上下搜罗干净 只有三百块 为了不动死街头 必须先找个小旅馆安置下来 正翻看手机 找便宜旅馆时 一道男生忽然在我身边想起 方便拼个桌吗 我没抬头 可以 男人在我身边坐下 眼角余光 看到了精致昂贵的大衣面料 我有些意外 这才抬头看向那人 而那个男人 也正肆无忌惮地看着我 我不由醋眉 可陈敬贤的目光 已经越来越放肆了 薛小姐 半夜十二点 你穿这么漂亮 还喝了酒 就不怕被人给惦记上 北京治安挺好的 不劳你费心了 我收起手机 起身拉了箱子就要走 陈敬贤却也站起身 这么晚你去哪 我看你刚才看的旅馆都太便宜 不安全的 要不我先帮你订个酒店 我不应声 拉着箱子走得飞快 哎你小心点 走路也不看车子 一辆车急迟而过 陈敬贤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将我拉到了身边 我却用力甩开了他的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帮帮朋友而已 想帮我 还是想睡我 我忍不住自嘲笑了一声 陈敬贤 我知道 我拒绝过你 你想报复我 报复你 陈敬贤那双 总是带着点散漫笑意的眼 渐渐笑意无踪 你就这么想我的 不然呢 冷风吹得胃里一阵难受 我忍不住弯腰吐了 五脏六腑都搅着疼 吐到最后 我全身虚脱了一般 软得站不住 陈敬贤一边帮我拍着后背 一边又拿纸巾帮我擦拭 他裤脚和鞋子都被我弄脏了 可他压根没理会 我蹲在地上 忍不住哭了 凭什么都欺负我 凭什么都这样欺负我 你们都不是好人 都不是好东西 薛婉 陈敬贤一下一下 轻抚着我的后背 声音很低 却很认真 没欺负你 从来没想过欺负你 我刚回国 听说了一点你们的事 心里放不下 总担心着 你今晚从周家出来 我就跟着你了 没别的想法 就是怕你心情不好 出什么意外 你要是不想看到我 我就联系你朋友过来 没有朋友 家里出事后 我就没有朋友了 陈敬贤沉默了片刻 又开口 那要不要联系你老公来接你 离婚了 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 净身出户 我惨淡笑了一声 摇摇晃晃站起身 他说的也没错 这三年 我花了他挺多钱了 就这样吧 谁也不欠谁了 你还喜欢他吗 我挣了挣 玄机摇头 不喜欢 早就不喜欢了 陈敬贤 我没那么见 薛婉 那你能不能试试 喜欢我 我压一回头 看向陈敬贤 你不恨我吗 当初拒绝他的时候 年少气盛 话说得很不中听 陈敬贤摇头 过去数年 他也不再是那个 青春热血的莽撞少年 时光将他历练的沉稳而又阴朗 那种从容的气度 甚至已经隐隐在周融身上 想过恨你 但最后 还是舍不得 陈敬贤向我身边走了一步 薛婉 要不要跟我试试 也许是我一直沉默 他又笑着说了一句 哪怕是为了出口恶气 跟我玩玩 也可以 他眼底又带了散漫的笑 好似当真是漫不经心的玩闹 好似半点都没有认真的意思 那双漆黑的铜人里 却又带着让人心热的亮光 我忽然不敢直视 先回酒店吧 你脸色不太好 先回去休息 陈敬贤拿过我的行李箱 又将手递给我 别摔了 扶着我 回酒店 将我安顿好后 陈敬贤就要离开 彼时 我洗了舒服的热水澡 换了柔软温暖的睡袍 就连一头长发 也被他耐心地吹干 他走到房门口时 我忽然开口叫了他 陈敬贤 他回过身看我那一瞬 我点起脚勾住他的脖子 羊脸稳住了他 第一次和周蓉生接吻的时候 他说我像根木头 没一点意思 推开我就抬脚走人了 而现在我学会了接吻 却是和一个自己从未想过的男人 张开嘴那一瞬 陈敬贤忽然反客为主 他滚烫的大掌紧紧握住我的腰 翻身就将我摁在了门背上 霸道而又强势地稳落下时 我的眼泪也缓缓从眼角阴了出来 薛婉别哭 陈敬贤紧紧抱着我 所以我没有看见他眼底的灰色 你一哭 我什么底线都没了 就算是玩我 薛婉我也认了 夜很静 初冬了 却不知哪里还有零星的桂花香 米粒一样的桂花飘入湖心 些许的涟漪荡开 一圈一圈 像是缠在人心上 陈敬贤被那从不敢消响的意外 震惊到无以复加 密密扎扎的丝线将他的心脏竖紧 勒入那血肉中 痛却又爽 他就那样抱着薛婉 抱得很紧很紧 脸埋在他的颈侧 眼窝却忍不住地发烫 就连泪线都涨得生疼 薛婉 他恨不得将怀里的人 揉入自己的骨血中去 却最终 也只是颤着声音 低雅地在他耳边询问 还疼不疼 薛婉仍在无声地哭 陈敬贤又吻他湿透的眉眼 那我出去你别哭了好不好 可薛婉却摇头 傅又紧紧抱住了他的腰 那一瞬间 陈敬贤忍不住想 就算把命给他 他也不会有一秒钟的犹豫 仍是小金山的顶层套房 气氛正热烈时 周荣申忽然扔下了手中的牌 你们玩 我出去透透气 许宁正了一下 忙起身跟过去 周荣申却冷淡开了口 别跟着 他拿了烟 走到露台上点燃 又解锁了手机 薛婉没有任何信息 就连他给他做家用的那张卡 都没有任何刷卡记录 周荣申这才想起 结婚三年 其实薛婉只找他要过三次钱 第一次 薛家出事后一年 他大哥薛崇又出意外重伤 他掏空了自己的积蓄 仍没有凑够钱 第二次 薛崇无法接受 自己下肢瘫痪的事实 寻了短见 差点没抢救回来 第三次 也就是上次在小金山 他哭着离开那次 那次他之所以说话难听 是因为 那天正好是秦桑的忌日 他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顶 才会口不择言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薛婉竟会向他提了离婚 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 签好了字 宁愿净身出户 容身 嫂子那边还没消息呢 周容身吸了口烟 轻笑 让他做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薛家现在这情况 他离开你 也撑不了几天 他大哥那边可是个无底洞 这也是周容身笃定薛婉 绝不敢真离婚的最重要原因 薛婉和薛崇感情极深 他绝不可能一走了之 放下薛崇不管 想到薛崇 周容身那颗原本稍有些浮躁不安的心 忽然就安定了下来 他掐了烟 云淡风轻道 他出去吃点苦头 碰碰壁 就会知道做周太太有多舒服 过两天 正好我们家老爷子过寿 你总要带嫂子一起来吧 你就当给她的台阶 女人吗 轰轰不就心软了 好友说着 又叹了一声道 你瞧瞧韩生那边 陈希在香港跟沈良周好的秘里调油 韩生这一年多什么状态 周容身落在栏杆上的手指 墨地攥紧了 见他面上似有松动 好友干脆拿过了他的手机 刷脸解锁 又调出薛婉的电话 直接拨号 周容身没有制止 也许他内心深处 是想要打这一通电话的 只可惜 电话拨出去 响起的却是机械的女生 你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法接通 很好 周容身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他被薛婉这个女人拉黑了 好友有些意外 也许是讯号不好 我再打一下试试 不用了 周容身冷着脸拿过手机 转身往包厢走 可就在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进来了新的电话 周先生 今天我去医院看薛先生 可是医院那边说 薛先生昨天刚办了出院手续 周容身的脚步 书地顿住了 你说什么 薛崇一个瘫痪在床的人 谁给他办的出院 薛家早就倒了 七零八散 薛婉如今只剩下这一个至亲 所以除了他 没别的人 可薛崇这样的情况 中断治疗的话 根本活不了多久 薛婉就为了和他闹别扭 连亲大哥的生死都不顾了 容身 出什么事了 薛崇出院了 不是吧 好有大惊 他现在这种状况还能出院 周容身面上没什么表情 随便 与我无关 容身 薛婉不是要和我离婚 周容身笑了笑 所以 薛崇跟我还有什么关系 不如想办法联系一下嫂子 别当真闹出人命了 周容身推门走进房间 语气很冷 谁都不准找他 谁找他 从今以后兄弟没得做 从医院出来时 天色已晚 见我下楼 原本靠在车边的陈敬贤 立刻掐了烟 我脚步微顿 看向夜色沉浴之中的他 那夜之后 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大哥的事情是他帮的忙 钱也是他帮我颠覆的 虽然我直一写了欠条 想要将关系止步于此 但陈敬贤显然并不这样想 大哥转院到海城之后 陈敬贤就先带我见了他的之交好友 与周容身的那些朋友不同 他们叫我薛婉 或者薛小姐 虽是客气礼貌的称呼 但我却能听出其中的认真和尊重 不像周容身的朋友 他们虽然叫我嫂子 但这些年 其实并未真的将我当作嫂子 更何况 他们不知喊了多少女人嫂子 累不累陈敬贤走到我面前 请得护工和康复治疗师 都很专业 很认真负责 你不用这样 事事亲力亲为 我就这一个亲人了 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 陈敬贤笑了笑 专业的事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薛婉 你有没有想过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有些正正 是啊 家里出事 大哥又出事后 我整日忙得像个陀螺 全然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曾经的爱好 梦想都成了消散的梦 我看大哥离京之后 状态好像很不错 你也可以试着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了 我能做什么 我望着陈敬贤 眼底却带着茫然 这三年 我好像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 但从小学的东西 很容易就能捡起来薛婉 你可以继续拉琴 还可以画国画半展览 陈敬贤望着我 眼底渐渐样出笑来 甚至你可以开一间 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专门定制旗袍 你说我见过 把旗袍穿得最美的女人 我可以吗 心底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蠢蠢欲动 陈敬贤说的每一样 都是我热爱的 可是小提琴和话比 我已经三年没有碰过了 婚后我想过工作赚钱 但周荣森却不答应 他仿佛打定了主意 要将我困在周家 永远受制于他 养他鼻息 为什么不可以 陈敬贤握住我的手 牵着我向前走 至少我永远都会给你拖底 可是我已经欠了你太多钱 陈敬贤 这些爱好要发展成事业 每一样都是烧钱的 薛婉 陈敬贤打开车门 护着我上了车 但是现在 我想要带你 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带你去看海 游泳 潜水 我属然睁大了眼 脸上的血色 飞快地抽离干净 无意识的 手指都开始剧烈站立 周荣森喜欢的那个姑娘 秦桑 家境普通 善良美丽 我和周荣森婚讯传出后 她心情不好 去海边散心 潜水时出了意外 没能就回来 秦桑死后 周荣森对我态度骤变 又怎么可能轻易改变 秦桑的尸体 搜救了三天才找回 那天我也在 那天周荣森将我一个人 扔在了珊瑚礁上 直到开始涨潮 我才被安全员 接到救生艇上带走 自此之后 我就开始惧怕 与大海有关的一切 我不去 陈敬贤 我害怕水 晚晚 陈敬贤低头 帮我系好安全带 富佑看着我 眼神专注而又认真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 来惩罚自己 你没错 所以不必害怕 你游泳很棒 你很喜欢海 他自己放弃秦桑 选择和我结婚 所以我没有错 但后来 那日日夜夜的煎熬和痛苦 告诉我 嫁给一个 不爱自己心有所属的男人 就是最大的错 晚晚 是他不敢背弃家族 娶自己喜欢的女人 错在他 不在你 陈敬贤轻轻捧住我的脸 将我眼尾的失衡抹去 不要去承担 不属于你的罪孽 你要永远爱自己最多 更多 大海那么美 他也没有错 为什么不去看他 陈敬贤终究还是 带我去了海边 天大地大 我的小腿隐隐有些抽筋 可陈敬贤的手温热有力 他支撑着我 肩不可摧的堡垒一般 我渐渐放松下来 拎着裙摆 开始踩踏小小的浪 陈敬贤不知何时松开了我的手 而我竟没有察觉 直到更大一些的浪卷来 我脚下意识不稳 差点摔倒 惊慌之下 我频频回头寻他 下意识地喊他的名字 陈敬贤 晚晚 我在 温暖宽厚的大手 紧紧攥住了我的指尖 随后裙摆湿透的我 被他拥入怀中 那一瞬间 天地安静 仿佛早已死去的灵魂 就此得到救赎 第三天 陈敬贤带我去潜水 我不敢去太深的海域 因此并未看到深海的美景 但这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突破 最后一天 我们躺在甲板上晒太阳 我记不得是谁先主动闻了谁 但那个闻很绵长 很让人心动 临海的别墅 可以吹到海风 亦能听到海浪拍打着岩礁的声响 陈敬贤哄着我 喝了一点红酒 微醺的时候 他将我抱坐在露台围栏上 我对大海尚且心有余悸 又害怕这种 置身高处身后 没有倚仗的感觉 只能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双腿更是缠上了 他紧窄的腰 他在我耳边笑的声音很轻 晚晚 你怎么在发抖 我害怕 围栏很窄 我会掉下去的陈敬贤 有我在 怎么会让你掉下去 他低头 轻轻吻我的耳 那种酥痒的感觉 让我整个后背到后颈 如细微的电流爬过一般 晕眩而又沉沦 你再这样 我就不理你了 我试图推开他 他就很坏地洋装松手 我吓得失声尖叫 只能紧紧抱住他 好了 我们回房间去 他笑声低沉而又愉悦 轻易就将我抱了起来 那天晚上是我们的第二次 我仍很紧张 从小我就最怕疼了 晚晚 陈敬贤俯下身 与我食指紧扣 他的稳落在我的眉梢 闭上眼 放轻松 陈敬贤 我会好好爱你 晚晚 陈敬贤英俊的眉眼间 是纯粹的真挚 他的同仁很黑 望着我的时候 总有让人心软的亮光 我没有应声 只是依他所说 轻轻闭了眼 落地窗外 海浪凶猛拍在岩胶上 碎成泡沫 我感觉自己 也像是漆黑海面上 随波逐流的一艘小船 被海浪冲撞 飘荡在浪潮的顶端 唯一的不同是 这艘小船 终会使出风浪 驶向一个巨大 而又温暖的港湾 周荣深再一次 从梦中惊醒时 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 这是位于一号院的别墅 他和薛婉的婚房 薛婉走那天 北京刚入冬 而此时 已然落了第二场雪 方才的梦里 周荣深梦到了秦桑 秦桑红着眼问他 周荣深 你是不是快要把我忘记了 你是不是 早就喜欢上薛婉了 他缓缓坐起身 直到自己的情绪平复 其实他很早就知道了 秦桑的死只是意外 薛婉是无辜的 也许他潜意识中 已经预料到 他会对薛婉动心 所以才会做出 那样荒唐的举止 想要将这一切 扼杀在摇篮中 但事情终究 还是不受控的脱轨 薛婉这样的女人 又有谁能真的丝毫不心动 就连他身边的那些朋友 就连傅寒生 都曾不止一次说过 让他忘记秦桑 好好和薛婉过 其实他也想过 好好和他过的 但在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薛婉的心 已经附上了一层 不会融化的病 要不要给他的女朋友打电话 就是这样永远好脾气的他 却在最后摔碎了 他们的婚纱照 签下了净身 出户的离婚协议 周荣生发现自己越来越失控 越来越不对劲了 他开始在朋友聚会的 欢乐场中失神 他开始觉得 家中的摆设食物 都让他觉得不舒服 明明一切都如薛婉在家时那样 有条不紊 庸人保姆 也都是按照着薛婉 曾经吩咐的那样做事 但一切就是全然不对了 衬衫和领带的搭配 总是差强人意 房间里的湿度和温度 总没有他在家时那样舒服 他甚至都忘记了 往年北京落雪时 薛婉给他准备的 都是什么衣服 以至于连着两场流感 他都没有躲过 发烧烧的浑浑噩噩的时候 不会再有温度 恰好的蜜水送到嘴边 也不会被人 衣不解带地照顾通宵 厨房里的人也不知道 他生病时没有胃口 原本饮食清淡的人 却想要吃酸辣口的菜 一切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 这让周荣生的病情 反反复复了将近一周 方才慢慢痊愈 而病情好转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私人助理 去查薛崇转院的事 他知道薛崇是薛婉最在意的人 只要他对薛崇好 薛婉那样聪慧的女人 应该就会明白 他是在对他低头了 我租的工作室 就在陈敬贤集团公司 所在的写字楼下 前租户就是开的设计工作室 因此只用简单的调整软妆 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 工作室并不大 甚至稍嫌简陋 陈敬贤不太满意 但我坚持租了下来 我不想在金钱上欠他太多 从海边回来之后 我们之间的关系 好似已经开始 偏离我最初心中所想的航道 但越是如此 我越发想要在经济上 可以慢慢独立 工作室开始营业后 我接到了第一单生意 也是跟陈敬贤来海城后 认识的第一个同性朋友新院 他即将订婚 原本所有礼服早已准备妥当 但大约是想要照顾我的生意 所以新院特意拜托我 定制一件旗袍 他会在订婚晚宴上穿 我很重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起草 画图 打样 挑选布料 丝线 扭扣 配饰 样样亲力亲为 以至于通宵达旦经常加班 可忙碌让我觉得充实而又快乐 但陈敬贤却日益哀怨 再一次等到凌晨一点钟 陈敬贤接我回公寓时 终于忍不住了 晚晚 你有没有觉得 你最近黑眼圈有点重 熬夜上火 你下巴上好像长了一个痘 他这样一说 我对着镜子仔细看了看 好像确实是有些憔悴 新院订婚的日子就快到了 我怕赶不上 所以才熬夜的 等到新院的旗袍做好 以后工作室招了人 就不会这样忙了 陈敬贤一边开车 一边侧头看了我一眼 那你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认真看着他 仍然英俊 鼻梁高挺 轮廓深刻 因着等得太久 方正下颌上冒出了淡青胡茶 男性荷尔蒙气息 更是强烈到了极致 以至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我就莫名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好像没什么变化呀 人和之前一样 陈敬贤一手掌控着方向盘 一手却握住了我的手 薛婉 你没看到 我满脸都写着欲求不满 还有被自己女人忽视的尸魂骆驼 他说这话的时候 声调压得有些低 车内空间密闭狭窄 那种暧昧的情愫 更是滋涨飞快 我只觉得 脸颊有些热烫 想要戳回手 却又被他攥得更紧 今晚给不给留宿 我脸颊热烫 忍不住扭头看向车窗外 一辆黑色兵力急驰而过 莫名的有些熟悉 但那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周荣深那么高傲自负的人 怎会来海城 晚晚陈敬贤的声音有些委屈 我想到他这些日子确实辛苦 本来他自己的工作 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但不管应酬或是加班有多累 他都会亲自来接我下班 又因为顾及着我太累 怕第二日他早起会吵到我 总是送我回公寓后 他在深夜开车离开 我低了头 目光落在他骨节分明的长指上 却又不欺然地想到这只手 是怎样在我身体的每一处作乱的 脸颊的热烫怎么都退不去 我再次扭过脸 将车窗开了一线 凉风吹进来 又加着几片血 吹落在我脸上 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滴滴的 却又带着浅犬 下雪了 那你今晚别回去 在我那里凑合一夜吧 租的公寓很小 陈敬贤也是不满意的 其实我知道他想让我住在他那里 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执意不肯 他总还是舍不得和我拗 一切都顺了我 那就多谢薛小姐好心收留 陈敬贤笑声低沉愉悦 握住我的手 送到唇边 深深印下一个吻 周龙生的车子 在落雪的街头几尺 车灯笼罩之处 雪雾飞扬 流光一彩的长街 依旧车水马龙 这是不同于北京的另一种繁华 薛崇如今被安置在海城最好的私人康复医院 据说薛婉刚刚开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他还记得 薛婉小提琴拉得特别好 一手单轻 更是人人夸赞 他还以为 如今不再为钱发愁的他 会选择做回一个热衷风花雪月的大小姐 却怎么都没想到 他租下只有不到50平的商铺 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小事业 更没有想到 他如今租住的公寓 环境也只是平平 看来 那个帮他的男人 也并未太将他荡一回事 想到这些 周龙生才觉得自己那颗 犹如在滚飞烈油中翻腾的心 稍稍安定的唏许 只是 他却并不知道 这短暂的安宁 会在20分钟后 变成可笑的一地碎片 进门那一刻 我刚摘掉大衣 陈敬贤就将我压在了门背上 大衣里面 我穿的是一件飞色的旗袍 陈敬贤特别喜欢我穿旗袍 每次我穿起旗袍的时候 他都会特别疯 今晚 一不例外 晚晚 他吻我的时候 呼吸渐渐滚烫 有力的大手 隔着娇柔的旗袍衣料 握住我的腰 要我和他 紧贴到密不透风 还没洗澡 我试图推开他 但却徒劳无功 结束一起洗 陈敬贤我羞愤地捶他 却只换来这男人几声 沉沉低笑 更混账的是 他一边吻我 一边却直接单手 撕开了我的新旗袍 陈敬贤 我气得要他 这条裙子刚上身 我正喜欢的不行 再给你买一百条 好不好 旗袍被撕开了 他还不罢休 那里的衬裙 也变成了几条布条 又与他的衬衫领带 暧昧纠缠落了满地 门铃一遍一遍 响起的时候 陈敬贤仍未艳足 而我整个人 都几乎虚脱散架了 也不知是谁 没人开门 却还不知疲倦的 一只暗铃 我推着他 催他去看一看 盛世出什么事了 他又抱着我 狠狠亲了亲 才冷了脸下床 随便套了条睡裤 向外走 猫眼里 陈敬贤其实一眼 就认出了周荣深 但他故意装作不认识 开了门 周荣深大约是喝了不少的酒 协议我没有签字 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 我们不离婚 我们好好过 来时路上 想了很久很久的那些话 终究没能清土出口 而脱口而出的 却是那说了三年的 习以为常的伤人之语 可周荣深甚至来不及 懊悔自己的失言 因为开门的不是薛婉 而是一个对他来说 有些陌生的男人 如果说最初看到陈敬贤那一刻 周荣深是错愕震惊的话 那当他看到陈敬贤赤着上身 只穿了一条睡裤 精壮腰腹上 还有几道新鲜的抓痕石 他的情绪在那一瞬间 突然就崩溃了 你他妈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里 薛婉呢 周荣深双眸冲血了一般 红的射人 他的目光从男人的身上移开 往他身后找寻 可移开那一瞬 却又被满地纠缠的衣物吸引 飞色的旗袍 白色蕾丝的衬裙 透明的丝袜 男人的衬衫 黑色领带 抽出的皮带 皮带扣折射出刺眼的寒光 刺着他的眼 却又扎着他的心 他全身都在抖 牙齿磕碰 发出轻微的响 连同人仿似 都在那一瞬间涣散了 结婚三年 他没有碰过薛婉 他可笑地 守着那条可笑的底线 自以为这样就不算背叛秦桑 他看不清自己的心 不 也许是他自己 故意不愿看清 而等到他终于愿意 直面这一切的时候 却晚了 陈敬贤看着面前 这个醉醺醺的男人 长得倒是还不错 只是看起来苍白憔悴 若不禁风的 怨不得薛婉结婚三年 都还是个清清白白的好姑娘 只是 想到薛婉增真心地喜欢过他 陈敬贤心底的醋意 却还是翻搅了出来 他微挑眉 眼底带着未曾艳足的不悦 声音色雅 周先生深更半夜来找我老婆 发得什么颠 周荣申从未这样喊过薛婉 他从来对他都是直呼其名 身边那些朋友亲热地喊他嫂子 但对于他交的那些女朋友 也都乐意给面子的喊声小嫂子 还有些人会喊他薛小姐 这个称呼 总能让人想起一心半点 他从前上起无忧无虑地归中生活 他们之间那早已烟消云散的往日情分 周荣申觉得很难受 那种难受不只是身体上 更多的是精神上 他甚至连愤怒的底气都没有 整个人的肩被垮了 就那样颓然地站着 过往数年 像是走马灯一样 不停在他脑子里打转 曾经小小一个跟在他身后 乖巧喊着哥哥的女孩 后来长大后 漂亮温婉的窑窕少女 他满心满眼都是他 看向他的眼眸里 总是带着眼不住的柔情蜜意 从小他就知道 自己会是他的妻子 从小他也知道 他总会娶她的 后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细细想一想 他对秦桑又有多少爱 更多的 不过是对家族反叛 对长辈忤逆的一个出口而已 他厌倦了一眼看到头的人生 他厌倦了自己的人生 要被人如此摆布 可薛婉又有什么错 他唯一的错 就是爱过他吧 周先生没事的话就请回吧 时间不早了 陈敬贤懒待在这样的男人浪费时间 春宵苦短 他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只想和薛婉在一起 我能不能见一见他 周荣申伸手 挡在了门框处 怕累坏了 怕是没力气见你 陈敬贤同样身为男人 很是知道 怎样往一个男人的心口上捅刀子 而这才哪到哪 周荣申不过是一时之痛 怎会比得上他这数年求 而不得思而不得见的苦楚 周荣申眼底红的 几乎要滴出血来 直接撑在门框上用力 手背上轻筋避险 他嘶哑开口 一字一句几乎欧血 离婚协议我并没有签字 他如今还是周太太 是我周荣申的太太 这位先生 请你让开 周荣申抬手 就要推门 可薛婉的声音 已滴滴绵绵地响起 陈敬贤你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 是出什么事了吗 他从未听过 薛婉这样说话的声音 有些微色的沙哑 却又绵软含着春水 尾衣里带着衣里的胶软 青春的时候 又透着掩饰不住的亲密 那是世上最软的刀子 却又催着致命的毒药 周荣申知道 他这一生都不会好了 那前车之鉴就在他的眼前 他竟还会愚蠢地重蹈覆辙 晚晚 没事 别担心 陈敬贤回头看向我那一瞬 我一时看到了门外的周荣申 四目相对 我不知道周荣申是什么心情 但与我来说 也只有最初那一秒的惊恶和意外 随后 我对他微点头 平静询问 是来送离婚协议吗 其实 你可以直接让你的律师和我联系就行 削完 我不想离婚 我有些意外 但却也只是有些微的意外而已 其实我有些能理解周荣申为什么会这样 就如当初陈希和傅寒生分手 一走了之之后一样 人的习惯养成 最短只需要天 可陈希和傅寒生有七年 我和周荣申 从小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我们甚至有三个七年还要多 傅寒生无法接受 陈希真的不再爱他 真的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抽离 但也许时间能磨平这一切的不适应 周荣申也一样 一个家族落魄的妻子 但没关系的 更年轻漂亮的姑娘 可以让他慢慢去遗忘 或者一个和秦桑很像的女孩子 也会让他立刻再次沉迷 没有那么重要 男人的爱意都是笑话 笑笑就好 陈敬贤 我收回视线 轻轻扯了扯陈敬贤的手臂 我想我可能需要一个律师 陈敬贤笑得颇有些自负 名锐的法务部 在整个海城无人能敌 如果他们都搞不定 那我就亲自去请一个人帮忙 谁啊我颇有些好奇 我陈敬贤这辈子 唯一服气的一个人 只是他常年在国外 所以还没来得及 带你去见他 想来也不用麻烦到他 也是区区一个离婚官司而已 你刚才说你是陈敬贤 周荣深忽然沉沉开了口 是 我是陈敬贤 周荣深的脸色 渐渐变得阴逸而又猙獰 下一瞬 他竟直接挥拳 砸在了陈敬贤脸上 这一下太突然 我还握着陈敬贤的手臂 他怕伤到我 就没能及时避开 脸上挨了重重一下 当即就挂了彩 而看到他受伤的一刻 我只觉全身的血 在那短暂的一瞬间凝固了 我平生第一次失态 冲到周荣深面前 狠狠扇了他一耳光 尖利的指甲 划破了周荣深的脸 我却仍愤怒地瞪着他 请你立刻从我家里滚出去 薛婉 你为了他 打我 周荣深摸了一下脸上的伤 傅又抬头看向我 你就为了这样一个 觊觎别人老婆的人渣 打我 你说他是你老婆 周荣深 你娶了他三年 可有一天 一分钟 把他当你老婆看待 你知不知道 你轻而易举得到的 是我陈敬贤做梦 都不敢梦的 你又知不知道 当我听说他这三年 受了多少委屈 吃了多少苦的时候 我有多难受多心疼 又有多后悔 这是我与薛婉夫妻之间的私事 与你有什么关系 周荣深 陈敬贤眸色冷凝 破裂的唇角处 鲜血渐渐凝固 他惨淡一笑 眼底的痛悔渐渐深浓 当年薛婉在山上迷路失踪 明明是我 你闭嘴 周荣深眼底满是仓皇的恐惧 他推开我 想要制止陈敬贤 可我却上前一步 挡在了陈敬贤面前 我仰脸看着他 身陷平静 却又站立 陈敬贤 你把话说完 一字一句 说清楚 不能有半个字的假话 不能骗我 晚晚 陈敬贤摇头苦笑 都过去了 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 是啊 世上没有后悔药 我看着他 却又好似透过他 看向数年前的自己 当年我们社团活动组织爬山 那座山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发成景区 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 我没跟上队伍半路迷路 又不小心摔到了山谷里 伤了腿 后来我又冷又疼陷入昏迷时 是周荣深找到了我 救了我 陈敬贤眼眸微垂 脸上的表情是克制的平静 可垂在身侧紧钻的手 昭然若接了他的心事 其实最初找到我的人 是你吧 陈敬贤 他属然抬眸看向我 晚晚 我看到他眼底的痛苦挣扎 和无法弥散的后悔 我知道他有多难过 可我更难过 当年年少气盛 肆意地伤害了喜欢自己的人 可纯粹的喜欢又有什么错 不打扰 不介入的喜欢又有什么错 就算是他先找到你又怎样 薛婉 你是我的未婚妻 他却觊予你 甚至追求你 这样的男人根本就是心术不正 我不想让他接近你 所以才会骗了你 有错吗 那你呢 你有未婚妻 却又哄骗了单纯善良的秦桑 你让他爱上你 却又使乱中气害死了他 周荣申 你才是自私自利 心术不正的小人 秦桑的死不是意外 也不是我薛婉所为 秦桑是死在你周荣申的自大懦弱 三心二意里 可我不是秦桑那个傻姑娘 我也不会为了你这样的男人 要死要活 周荣申 别毁了我们 谨剩的那些年少时的情分 签字离婚吧 说完 我一眼都没有在看他 我只是握住陈敬贤的手 轻轻说了一句 我去房间等你 手冷得很 你赶紧回来帮我暖一暖 那天晚上也不知道陈敬贤 怎么打发走了最熏熏的周荣申 总之 我刚回卧室没几分钟 他就跟着进来了 薛婉 陈敬贤抱住我 抱得很紧 又将我微凉的手 贴在他小腹 刚才开门时 我对姓周的说 你是我老婆 嗯 你不生气是不是 嗯 那你要不要做我老婆 当年明明是你先找到我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说讨厌我 看到我就烦 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陈敬贤的声音竟有些委屈 我那时真的就那么烦吗 我忍不住去想 当年陈敬贤的模样 个子很高大 爱打球 晒得黑黑的 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是笑起来很傻 当年 确实不太符合我的审美 那时候的薛婉 喜欢的是文质彬彬 清雅温润的少年 如年少时周荣申那样的 看来人真的不可貌相 当年看着很不靠谱的男人 却是一心一意的情众 而那温润多情的少年 却从来都是心思有依难定 其实也没有那么烦的 陈敬贤 对不起啊 你不要说对不起 薛婉 陈敬贤 你能不能把当年追我的话 再说一遍 陈敬贤似有点不自在 轻咳了咳 才有些别别扭扭的开口 薛婉 我挺喜欢你的 能做我女朋友吗 昏暗的房间里 她的眼睛仍是那样亮 亮得让人心软 我扬起脸冲她笑了笑 轻轻亲了她一下 答应你了 周荣申签好字的 离婚协议送来时 心愿的晚宴旗袍也做好了 我打了电话 和她预定时间来取 心愿如约而来 只是那双见了人 就弯着笑的眼瞳里 却蒙了一层 物矮一样的愁绪 她看着定做好的旗袍 爱真的摸了摸 却在抬头看我的那一瞬 忽然就落了泪 对不起婉婉姐 我本来想要穿着这件旗袍 参加晚宴 让整个海城的名媛 都见识一下你的设计有多棒 但是现在 她落着泪 却又仰脸冲我一笑 我不打算订婚了 所以 真的很抱歉 婉婉姐 心愿 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拉着她坐下来 递给她纸巾 轻声询问 心愿年纪还小 脸颊银润粉嫩 眼泪落着 却又强撑着笑的孩子气 宋青让和那个追她七八年的女生 她的笑终究还是挂不住 破碎了 消散了 到最后 那双漂亮的性眼也变得空洞 她明明很讨厌她 很厌烦她的纠缠 她说她丑人多作怪 烦都烦死了 好多次 她当众给她难堪 他们同学聚会上 就因为她装罪往她怀里倒 她还差点动了手 可现在 那个女生得知 她要订婚 就闹着要自杀 她当时还在开会 不管不顾 飙车到了她家里 她和她发生了关系 她说 许好好说了 她这辈子就是一个心愿 想做她的女人 如果不能如愿 她就去死 她实在没办法了 说 总不能看着她死吧 她说 就当被狗咬了 这件事彻底了断 以后就清静了 没人打扰我们了 心愿紧紧抓着我的手 眼里的泪 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砸在我手上 可是婉婉姐 真的讨厌一个人 会和她上床吗 我心疼的不行 紧紧抱住了她 怨怨 你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婉婉姐 我哭的已经够多了 今天和你说完 我以后就不会再为她哭了 怨怨 婉婉姐 你要幸福啊 陈大哥他真的很爱很爱你 你真的好幸运 他说不哭了 果然就擦了眼泪 又开始笑 我难受的不行 想要安慰 却又知道 安慰的话再多也无用 他总要靠自己走出来 我看着心愿 转身离开 她的背影先弱却又倔强 我看着她 像是看到了曾经的我 不自禁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和陈敬贤结婚那天 陈希和沈良舟 专程从香港到海城 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没有邀请北京那边的亲朋 但却也有人不请自来 傅涵生送了很多 很贵重的新婚礼物 他不说 其实我也知道 有一部分是周荣深托他送的 也许是顾及着陈希和沈良舟 傅涵生没有等到婚礼结束 就先离开了 新婚当天总是很忙乱的 我和陈敬贤也没能亲自送他出去 所以并不知道 等在婚礼现场外的那辆宾历里 还坐着周荣深 东西都送到了吗 送到了 他说什么了没有 傅涵生摇头 只是道了谢 周荣深苦涩一笑 最后望了一眼那繁花似锦的所在 回吧 我见到陈希了 他已经有了身孕 沈良舟很体贴 将他照顾得特别好 傅涵生又笑 笑意却又带着释然 我好像已经没有当初 听说他结婚时那样难受了 他拍了拍周荣深的肩 时间会磨平一切的 熬过去 慢慢就好了 周荣深没有说话 早在那个风雪飘飞的深夜 他看到开门出来的陈敬贤 看到那一地凌乱纠缠的衣裙时 他就知道 这一生一世 他都无法与自己和解了 当初从陈敬贤手中抢来的 如今完毕归还 真可谓是现世报 婚后第二年 我唯一的亲人 哥哥薛崇心力衰竭 在睡梦中安然去世 他曾是光风继月的优秀青年 只可惜生命最后那几年 都困顿在床榻之间 一身抱负 没有机会得以施展 也许这样的结果 于他来说 更是一种解脱 同年 我的工作室扩容数倍 在海城已经崭露头角 四年 我检查出身孕 竟是一对龙凤双胎 陈敬贤欢喜异常 竟落了泪 没有什么比年少时的美梦成真 更让人满足欢喜 我抱紧他 在他耳边轻声道 陈敬贤 我们还有一辈子呢 在我人生不停下坠的那段时光里 是他托举住我 成就了我 而我能回忆他的 是心无旁骛的 爱和终生相伴